中央设计者郑锦文 槟城22日电 拿着毛笔 沾着黑白油彩在脸上画着龙的异象 九天民俗集团在艺术卡车秀台湾演出前 在后台做最后准备 预告今晚在槟城演出即将开始 中华文化总会艺术卡车秀台湾 今晚在槟城市政厅前演出 文总排了1500个位置 演出预计70 30分开演 下午5时就有民众到场站位 今晚包括文总副会长江春南 秘书长林锦昌 副秘书长张铁志 李后庆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大使张继庭 马来西亚槟城州立法议会议长刘子健 等马国国会议员州议员都到场 今晚演出前三小时槟城的雨财亭 江春南先感谢众神感谢上天 阿拉佛祖让我们有热情的表演 他表示艺术卡车是一个开始 一部小小的卡车带来台湾满满的热情和祝贺 演出前九天团圆在后台拿着毛笔 沾着黑白油彩在脸上画着龙的一项做最后准备 预告今晚在槟城演出即将开始 马来西亚与台湾临时差 文总也在网络直播 让台湾民众可同步感受现场气氛 直播网址HTTPS www.facebook.com.gacctw videos18314825402150481060922